最新消息,7月9日上午,泰国官方再次与普吉普搜救中心举行发布会撤,泰方多部门将继续参与救援工作,预计将采用蛙人搜救形式,进行一体打捞。搜救队将根据粮流和风向确定搜索范围,不过,天气不稳定,恐影响搜救进度。 根据最新进展情况,此次有传情妇事故,目前已造成41名中国公民遇难,失踪人数11人中有5人官方确认生还,这些人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确认,还有有人需要再次确认是否幸存。 此外,遇难者家属陆续抵达泰国,部分货就由何已回国,普吉岛太美了,5个来自广东赵庆的男孩,小连,小赵,小和,小张,小周,忍不住阵地高虎,这里是他们高中毕业旅行的第一站。 他们独立做攻略,订机票,以此作为自己的成员礼,面对成彻的安达曼海,他们肩膀搭着肩膀,在一艘名为凤凰号的豪华游船船头留下合影。 旅行接近尾声,暴风雨突至,凤凰浩一船游客,被惊涛骇浪先发,大难来临之时,人性接受终极拷问,是为了一线生机争嫌恐后,妄忽看人娃威,还是秉持善良本性,向陌生人伸出援手,互助互救,只有一个救生圈,他递给满脸是穴的陌生女孩,海浪扑向船舱,地面滑得站不住人, 而船身迅速倾斜,海水瞬间涌入他内,巨大的力量将凤凰号搬转过来,残向海面,游客们被从船头甩到船尾,原本坐在一起的五个好朋友被冲散,出于本能,小林小二楼跑去,不料,他反备在胸前的双肩包被楼进栏杆挂住,他大脑一片空白,觉得这下死定了,他奋力争突越过栏杆,继续奔跑, 当海水迅速漫上二楼,小林看到有乘客跳海,心一横,也跳了下去,小河被沉船压在海面之下,绝望中,他看到有光,就不顾一切的向光亮游去,碰到一个坚固的物件,他抓起来,轮起拳头,向光亮处砸去,随着沉闷的喷的一声,玻璃被砸碎了, 小河迅速游了出去,海面已经混乱一片,爱好声,呼就声,呼坏自己亲人朋友的声音此起彼伏,小张找不到朋友们,却被一个满脸是血的女孩吓了一跳,她的眼睛受到冲撞而炸裂, 此前,船员向舱内掏洒救生圈,小张幸运的拿到一个,没有多想,她把自己的救生圈递过去,让那个女孩一起抓着漂浮,临近的一对男女,一左一右驾着她往救生艇游,小林拼命呼喊朋友们的名字,但没有回音,她只看到,一个乘客飘在离自己不远处,看上去精疲力尽,小林想拉她, 但海浪又来了,那人没了踪影,海面平静以后,那个男人被冲到离小林更远的地方,她游过去,把那人拽回来,小林记得,男子大概三十来岁,身材健硕,小林费力拉住她,往救生艇慢慢移动,小河也找不到自己的同伴,更糟糕的是,她想蹬腿,却发现腿完全使不上力气,我受伤了, 她向临近的一对男女求助,他们一左一右地驾着小河,往救生艇游,在冷冷的海风中,有人脱下外套帮她包扎,浪花冲走小赵的眼镜,高度近视得她眼前模糊一片,附上去后,她看到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男孩,飘在离她最近的海面, 那个小男孩显然已经被吓傻了,看到小赵,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缓缓向救生艇游去,人们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迅速达成共识,让孩子,女人,受伤者先上救生艇,小赵把小男孩托举起来,救生艇上,有人迅速接过孩子,在救生艇上乘客的帮助下, 小河也被拖去上去,她这才发现,自己的小腿裂开一个大口子,鲜血不断向外流淌,救生艇上,有人迅速脱下外套,替小河包扎,小河眼眶湿润了,只能不断的和对方说着,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,那一刻抱在一起,在海上飘了二十多分钟后,终于有周围的渔船行驶过来救援,由于风浪过大, 二十多分钟后,救生艇才和救援船捆绑固定,交谈间,黄蜂才发现,自己逃生的洞口,是小河砸出来的,而小赵抱住的小男孩,是黄蜂同事家的,小张也从新闻里,认出他帮助过的那位满脸是血的女孩,原来,她是个硕士,这次是和老公来度蜜月的,上市较经的小林和小张,已经出院了, 他们每天来到好朋友的病房,陪伴探望,看到有志愿者分发合法,两个大男孩接过任务,每到了用餐时间,就楼上楼下的跑,看到中国人面孔,久地过去一河,他们约好要一起坚强面对,曾经一起上课,打熟,玩游戏的好朋友小周,被证实遇难,五个好朋友永远少了一个, 在救生艇上,出于恐惧,幸存者们并未太多交谈,上岸后,连彼此名字都不知道的他们,还没来得及去向帮助过自己的人到一身陷,而曾向他人伸出援手的人,并没有想过自己做的这些有何意义, 在他们看来,大男面前互就互助,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,见光火时间,一切或许让旁人诧异的举动,接触于本能,或本善的人性,小赵还记得那个孩子,在他怀里,软软的模样,他只对父亲说起,自己帮过一个小男孩,他不知道,孩子长大后还会不会记得抱过他的大哥哥,但这不重要了, 小赵甚至希望孩子抹掉所有悲伤记忆,只要记得,救生艇上,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抱在一起,等待中将到来的晴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